中心兄弟精神零袖彭正銘 今年球季打完就要高掛球鞋退休 球團替恰哥規劃一連串的 隱退相關活動 徐弟們也很清楚 和前輩並肩作戰是打一場少一場 王偉誠也難得透過鏡頭 要聊聊他和恰哥的小故事 我剛進來的時候 其實我因為我手二三有 就是接到球要傳給一雷 要傳給恰哥 對 一開始很怕再傳給恰哥 但是後來我就變成覺得說 你怎麼拖他都接得到 所以就變成很有安定感 一開始我們剛進來的時候 是很怕再傳給他 那現在都不會 王偉誠和恰哥的相處 從有點害怕害羞 到慢慢產生安定的力量 不過接下來 兩人相處微妙的變化 時間要再往回推一點點 連男主角回憶起來 嘴角都忍不住失手 因為爸爸的關係 所以姐也會看到 就是以前歷年來的球員 所以恰哥那時候還不是叫恰哥 那時候是叫恰恰叔叔 然後恰哥變年輕了 因為我進來之後我就叫他恰哥 就不用叫恰恰叔叔 小時候還敢比較敢靠近恰哥 對然後進了職業跟恰哥同隊的時候 就會變得我比較不好意思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不好意思去開恰哥玩笑 但是如果有一個很好的機會的時候 大家的炮火都很猛烈 因為大家都打到機會 對可以 可以這樣恰哥 然後趕快帶他一起這樣 王維成口中的恰恰叔叔 其實是老爸王光輝的隊友 從2016年開始 換王維成在育圈舞台 和恰哥一起成為戰友 除了感嘆時光飛逝 也格外珍惜這樣特別的緣分 王維成也期待在恰哥 退役之前的每場比賽 可以一起寫下更多回憶 有更多黃山學弟 和彭正銘之間的故事 也請觀眾朋友持續鎖定 棒球周報 我們體育新聞採訪報導 我們會不會有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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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不會有更多的